欢迎收听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卫宜 今天是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 今天是1111 会怎么样吗 双十一 对 会怎么样吗 会发财吗 不会 我们都不会发财 会中奖吗 我们也没中奖 今年不是也有那个吗 2月22号星期二 2022年 2月22号星期二 2022年就是今年22 会怎么样吗 不会 会发财吗 也不会 人类的快乐 好像说今年也是蛮多人去抢那个什么 就什么11月11号 要11点11分 我们要打倒资本主义啊 有啊吗 我们之前不是喊过吗 对对对 但我这边买了一件衣服 很赞啊 左派的思想过着右派的生活 我是奴隶 资本主义下的奴隶 怎么会我们做自己的主人 好那今天双十一 OK我们来更新几则重大的国际新闻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在乌克兰战死的日本的志愿兵 好那这个事情在日本呢 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日本政府在今天早上11号的时候 那也就证实了 有一个到乌克兰参加志愿兵的日本人 那他已经在11月9号的时候呢 在前线阵亡 那不过有关于这一个日本志愿兵的真实身份 还有他的姓名 目前日本政府其实是没有太多的透露 只有说呢 已经有联系家属 那也透过在这个乌克兰驻日代表处 来联系的 还有跟乌克兰的外交部方面 都有做了后续的处理 那可能还会再来做接洽这样子 但是有关于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目前是不晓得的 不过呢 其实在昨天11月10号的时候 社群媒体上面就已经在传是哪一个人 那有一个推特的账号 叫做Dobure 那这个英文话是Dobure 这个账号呢 他就是一个日本人在当地 那也是从事这个志愿兵的身份 那其实有很多的线索都指出说 这位战死的这个日本士兵呢 就是这位Dobure 那先前大家可能都有看到了 这个台湾也有一位曾圣光 那他在当地也是不幸牺牲了这个讯息 那Dobure跟曾圣光就是先前有 曾经一起这个并肩作战的同胞 那Dobure在自己的账号上面 也有po出曾圣光的一些照片 好那现在目前我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的 直接的来确定说 这一次在日本这个阵亡的士兵呢 就是这位Dobure 目前还没有确定 但是各个线索都指向的是他 所以在他的推特账号底下呢 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留言追到 好那这是目前的一个 截至我们录音为止 已经知道的讯息 那其实日本媒体在这方面也是相当的保守 也都说只是确认有一名 二十多岁的日本人志愿兵死亡 但对于他的真实身份 可能都还是要等到官方的 这个进一步的解释 才比较清楚 但日本政府方面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相对处理上还是比较低调的 那当然这个是涉及道观日本的刑法 施战预备罪这个问题 那四战预备罪这个先前 我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其实日本就有先起一波讨论 那当时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乌克兰驻日本的大使馆 正在公开的招募士兵 就说如果有人有志愿的话 那可以来参加这个志愿兵 那我们就组团到乌克兰去 根据当时的说法 有大约70人 报名了这一个乌克兰的志愿兵 其中有50多人是前自卫官 那这个讯息在当时 其实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后来呢 但因为考虑到日本政府的立场 还有这个法律的问题 所以把这个贴文就删除了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到11月11号 这个日本官方都证实有一个人战死 但是到底有多少日本人 现在在现地担任这个志愿兵 在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呢 那官方是没有任何说法的 不过呢 有一个侧面的消息 是俄罗斯的军方 俄罗斯的军方在今年8月的时候 有公布一份资料 就说乌克兰的外籍佣兵人数呢 大概有2192人 那这个资料里面 还有做了一些各国的统计 那其中日本人有9个 但是这个俄军的资料呢 日本政府并没有直接的来回应 也没有去证实 就是存而不论的一个状态 所以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日本人 在这个乌克兰当地 那目前是不晓得的 那日本政府呢 也就是就立场上也只能说 请日本国民呢 不要擅自前往乌克兰 那这个否则呢 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啊等等 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 这个所谓的施战预备罪 它全名是施战预备于阴谋罪哦 它其实呢 是很早期的时候 明治政府就已经成立的一个法律 它现在归类到是日本刑法第93条 如果呢 你因为私人的原因 私自的参加了对外国的战斗行动 那你就可能触犯了这一条罪名哦 那可以判处三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徒刑 不过呢 如果有自首或者配合调查的话呢 那可以免除这个刑法哦 不过这条法律 其实存在着一些暧昧的空间 比如说什么叫做私自原因 你私人的原因而参加对外国战斗 那怎么样定义这个原因就有点麻烦了 比如说你可以说你是守护乌克兰和平 或者你为了国际 为了世界的和平 那这个算不算够不构成所谓的私自原因呢 那另外就是 在这个罪名里面 它其实针对的是预备与阴谋犯 就是你准备要这样做 所以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当时招募所谓的志愿兵 那其实在理论上面 我如果去报名这个志愿兵 我就可能会触犯这条法律 我预备阴谋 要去跟他国来作战 那这个对日本政府来说 当然在法律上它是很难处理的 那过去有没有用过这条法律呢 那日本确实是有发生过 公安警察在2019年的时候 就用这个私占罪呢 逮捕了几个北海道大学的学生 还有战地记者 跟伊斯兰的学者 那主要是认定说 这些人要预谋去参加伊斯兰国 好他就把这些人逮捕 不过呢 后来这个被捕的当事人主张是说 他们的活动其实是要去做新闻采访 还有学术研究 那这条案子后来是全部都是不起诉的 那这之前发生过的案例 但这一次在乌克兰的事情上面 日本可能不会是拿这条法律来处理 那那日本政府其实没有名言 但是呢 在现象的状况里面 还有舆论的态度上面 似乎好像也不太会拿这个施战罪来处理 那这一点跟先前南韩有一个这个里根 里根就是网红 然后呢 他也就是很高调的去报名这个志愿兵了 那里根 他还跟南韩政府说 可以来做协商 一起来组织志愿兵到乌克兰去 这件事情反正南韩政府非常生气 那就也拒绝了他的要求 那甚至也警告他说你可能会处罚 那日韩之间处理这个问题呢 就态度上其实蛮微妙的不同 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志愿兵的事情 不过呢 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Dobre 他自己的Twitter上面 倒是有写下一些话语 那就因为刚好之前11月2号的时候 曾圣光过世 那Dobre呢就有写到一个追悼的话语 就说他们本来已经约好 等战争结束的时候呢 他呀这个Dobre要去曾圣光的故乡来旅行 好那当然就是台湾 好那他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朋友 请他好好的休息 那他日本的这个新闻讨论里面 现在当然也是很哀悼 那当然也很震惊说 哇真的有日本人参战 然后还战死 好那下一则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 我们先来扫一下 在中国今天是双11 那当然这几年呢 双11的关于消费的问题 其实有明显的克制 那也是官方在压制相关的新闻 不过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购物的这个问题 是要看在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中国的社群平台上面就在吵一件事情 就是呢 中国现在要初步推出 到2025年 全中国的人民都会拥有一个很完备的电子健康码 这个简称叫2025电子健康码 他意思是说呢 到了2025年 会建设一个这个相应的平台 讯息平台 那把大家都会有一个健康码 那输入到这样的数据库里面 变成一个人人都可以使用 人人都会有的一个数位的 有点像是健保卡这样的概念 电子健康码 那你就可以呢 在各个医院里面来使用 那也会记录到你的身体健康的情况 那其实是医疗数位化的一环 只是说 现阶段这样讲所谓的电子健康码 大家直觉都会想到的是防疫的问题 那这个跟坚前 大家为了防疫做了健康码 原本是在手机上面 那现在呢 完全就变成像身份证ID一样 就会跟着你个人来跑 所以呢 在微博或微信上面 其实很多的中国民众 也在就这点揶揄啦 所以说现在呢 已经要掌控大家到 直接变成每一个人 就地就直接拥有一个健康码 那不管你要移动到哪里 似乎呢 都是逃不了 那这个是健康码的讯息出来之后 在中国引发的热烈讨论 但当中其实还有很多 还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健康码 是不是到2025年 全民都会拥有 那这个使用的方式 具体细节会到什么样的地步 它可以扩大到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资讯 那这个目前都还没有细节 不过呢 其实就这个 这一套逻辑来讲 的确有跟中国过去 比如说在新疆 曾经实行过的 一体化作战平台 是相当类似的 就是呢 会透过一组个人的数据 那来监控你的个人生活 然后你的身体讯息 然后你的移动等等 那这一套逻辑 是不是也都同样用在 这个2025天使健康码上面 那这个目前 以现阶段的资讯来说 还没有办法来做分析 好那下一则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是南韩 对南韩的新闻界 这几天在讨论一件事情 也就是在说 政府打压新闻媒体自由 那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 南韩的总统尹熙悦 他会在今天 11月11号的时候 开始出访到东南亚 然后各家媒体呢 原本预计 其实就会跟尹熙悦一样 就是搭上专机 前往去采访 那也采访总统的行程 那可是呢 总统是 却突然在要出发的两天前 那以国家利益为考量 以及NBC反复扭曲媒体报导为理由 那禁止NBC电视台旗下的记者 一起搭上飞机 那这个举动一传出来呢 马上就引发了 南韩政府打压新闻自由的争议 那说到这边 大家可能也会好奇 为什么南韩政府 只针对NBC哦 这其实是跟尹熙悦 在9月下旬的争议发言 是有关系的 那在今年的9月下旬 尹熙悦呢 就到美国去出访 那短暂会见了拜登总统 那就在两个人 尹熙悦跟拜登 道别之后 尹熙悦接着呢 就在旁边跟他一起出访的 外交部长说了一句话 他说那群宰子 在国会不批准的话 拜登会很难堪的 如何是好 那这一句话呢 马上就成为了 正义的导火线 那这个发言是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呢 第一 你直呼国会议员为宰子 那这个词呢 在韩语里面 是非常低劣粗俗的话 那第二 你在公开场合上面 不管是对话 或者是文书 在韩语里面你通常会把 称呼的对象 后面加上他的名称 像是你会说 拜登总统 拜登先生 但是尹熙悦当时候 却没有这么加上他的职称 而是直接称呼他为拜登 那这个在韩语的惯例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失礼的表现 那第三点也是 你用宰子称呼议员 不管你指的是美国议员 还是是南韩议员 都是非常失礼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尹熙悦说的宰子 是美国国会议员 那这其实是非常大的政治风波 但是如果你今天说的是南韩国会议员 你也是在贬低这一些要跟你合作的国会议员 那也就是尹熙悦的这一番争议发言 就传出来了 然后也被媒体录音录下来了 那在这之中呢 电视台NBC 他其实只是领先其他的主流媒体 那早了几分钟 把这一段话剪辑在影片里面 那也上好字幕 就上传到了这个YouTube上面 那接着呢 其他大的这些电视台 在之后也全部发出了相关的影片 并且在晚上的时段呢 以尹总统爆出话为标题 来报道这件事情 那事后呢 这个就在南韩引发很大的争议 总统办公室后来是有出来澄清 但澄清的理由也非常的逞强 那甚至呢 尹熙悦他所属的政党 国民力量其实也没有要求尹熙悦道歉 反而到最后是把矛头指向NBC 那就认为说NBC是最初报道的 那就说他们在做的其实就是假新闻 那这整个有关于宅子发言的争议 就一直持续延烧到现在 那这一次呢 总统是就以这个事情为理由 那就把NBC排挤在专机搭乘的名单之外 不让他们上机做采访 那NBC事后也有回应 他们就说就算没有办法搭上专机去做采访 但是呢他们会自行购买一般的这个民航机票 那希望呢可以持续采访总统的出访行程 那针对这整件事情 我们的政兰作者杨浅豪 其实又采访到了在NBC的记者 那这位记者呢就表示 他认为离泰院的这个惨案 其实哀悼的时间才刚刚结束 但是现在南韩政府就马上用这件事情来攻击媒体 那现在呢 南韩的经济状况也不好 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的多 但是总统呢 却把所有的心力用在对付媒体 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 那所以现在NBC内部 其实也有传出这样子的一个质疑声音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当权者 要刻意转移舆论 让观众的焦点 不再聚集在政府处理离泰院惨案不利的事情上面 那这边说的政府处理离泰院惨案不利 详情可以参考 我们在昨天编辑木仪 有跟大家提到的离泰院的后续报导 也就是说初步的调查报导发现 警察高层 他们在事前还有事后都疏于处理 严重怠惰 甚至是有毁灭证据的状况 那详细的报导呢 不管是影席月打压新闻媒体自由 或者是离泰院后续的这个调查进度 我们都会把作者杨启浩的文章放在资讯栏上面 大家都可以上去做参考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daily podcast新闻 周末要来了 希望大家好好的休息 这个就是这样 这几天太阳也很好 可能大家的心情也比较不一样吧 就上周下了一个星期的雨 就很觉得忧郁 你上次讲的是台北哦 对 你上次讲的是台北 我讲的是台北 对 我讲的是台北 对 有些不同区域的朋友 就想说 艳阳高朝 对啊 像你们什么台北 盆地啊 阴霾啊 阴云密布啊 不过最近是 我有觉得今年的好像冬天没那么冷 现在是冬天吗 对啊 我其实不知道 你个热带的小孩啊 因为台湾就没有秋天啊 通常这个时候 通常我有点觉得 嗯 这到底是什么天气 已经按照那个农民地的话 是已经立冬了 已经进入冬天了是不是 对啊 但是因为你们觉得气温 我自己体感是觉得 今年冬天没有那么冷 比较暖一点 到现在你看 我今天也就一件衣服就出来 也没有穿什么外套 结果下个星期暴冷这样 呸呸呸 我自己是蛮怕冷的 你怕冷是不是 对啊 就是无法再会下雪的地方生活 我怕热 啊 你这个热带的小孩 你怕热啊 我都跟你说 我在马来西亚都开车了 在这边要通勤不一样 那个体感不一样 这样子 不过台北的那个 那个湿热感是比较又不太一样 对啊 好 不过最近进入冬天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 这个早上起床 还是稍微痛苦一点 对 对 这是事实 你对得这么肯定 这是事实超级难起床 好啊 那这个也祝福大家 起床的时候能够顺利 希望你每天眼睛睁开的时候 是精神的 是快乐的 那应该弄一个转角闹钟啊 你自己去坐 你要叫大家起床是不是 对 起来啦 起来啦 还在睡啊 谁要用那种声音啊 这样不容易起来 不是吗 太温柔的叫他起床 你是会有起床气的人吗 不会 我有围 围起床气 对 是会怎样 我会生气 骂人吗 我觉得早上起来 我就会 不太爽 就是我需要一段 安静的事情 是有人会跟你讲话的 一大早就跟你讲话 所以说 假设用我的语音在旁边 会 起来啦 起来啦 你会生气 我会觉得很烦 他说不太认我 听到他的声音 烦死了 我弄个语音这样子 好吧 那大家可以把这段语音 可以自己剪去当闹钟 大家不要用 起床咯 啊 转角要工作了 你还在干嘛 写过去24小时了 早上写什么题目 说说看啊 今天要看什么新闻 我觉得你可以逼 那个木仪跟赖云使用 又刚刚这一段是不是 对啊 哇 崩溃啊 好了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会议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 请上网搜寻 优店global 转角国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